沙特王子到了吗?大家看见了吗? 在外交部宣布当中沙特王子奔杂一门 他可说了吧?他为啥就没来呢? 还有最重要的谁没去? 外交部红嘴白牙说说的话 就点了名的所谓的皇亲贵族的去了吗? 你见过中国历史上从开始从大清朝 官方文件说出谁来参加战会不来的 在全人类上是中国有吗? 然后你知道在冬奥会给美国求情 我马上买你4000亿美元的东西 原来批准的沈阳领事馆赶快开 派个人来表示表示 到中国的大使你一直没任命任命来一趟 红地毯铺从北京城 这叫冬奥会的中美关系回暖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大事要来了 这个事相当于授权撤立没人知道 你看看啊马上美国同意啊 七哥说的断耳不交 不断不交 这就是美国人要玩的游戏 我在冬奥会前给你来个授权撤离 然后你拿钱来拿钱来我再给你再给你连上是吧 你想过全中国人一个省有多少GDP 就把沈阳大使就所谓驻中大使飞一趟子 然后人家都带两天再回来 5000亿 这个当时这个普京非常之恼火啊 人家就一整完 他举举手指的扭手就走了去机场吧 两架空军一号交换离开 你知道里边发生多少故事 我要现在给人说的话 我告诉你能把共产党能吓尿了呢 你知道普京离开说什么话吗 普京明确告诉 杨洁篪 告诉王毅 说你们这个放烟花 搞这个大屏显示 开幕式做的真的不错 绝美啊 叫做美轮美奂 还叫什么一个词很怪的啊 这是杨洁篪王毅写的报告啊 但是他没把普京后一段说出来 普京明确告诉他说 这些东西对你现在 这个开幕式现场的气氛 你媒体上控制住了 但是你现场的这个模式和来的人 这个副作用 你们想到了没有 就你这会儿根本现场没人 郭文贵的战友 爆料革命的核心股源 从美国回去以后参加了现场 未来你会看到视频出来 有人吗 现场的所有的外国人 各个惊慌是处 但是所有人被那个大屏 张艺谋那个导演真的震撼